穿的贵才能遇到贵人 你穿一身忧郁裤 9块9包优待 拼多多这种产品 谁给你混的 骑个OFO单车 你也太自信了吧 咱也不是马爸爸 那肯定不行啊 一身都没有一点金灿灿的感觉 你敢弄一身大logo啊 戴着迪奥的眼镜 穿着香奈儿的套装 拎着爱马仕的包包 披个Iray的披肩 戴一个哭泣的耳环 喷着阿玛尼的香水味道 淡淡的散发出去 嘴巴上抹着姨妈红的口红颜色 哗哗两大条弄上去 你虽然缺钱 但是你打死都不让别人看出来 你缺钱 把那个假的样子要亮出来 感觉你四个字 大有可为 当别人感觉你未来大有可为的时候 就会投钱给你 就会加盟你 装出一份不差钱的样子 钱就能拿到 所以势能很重要 人们是觉得你能带他 进入上层生活的水平 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人家才跟你合作 你要活成代理心中渴望的样子 你还在水深活着之前 你还在解放前的感觉 谁能跟你干呢 你不是爱慕虚荣 你也不是嘚瑟显摆 你是为他们而穿着 为他们而成功 为他们而买车 为他们拉高自己的段位 因为他们渴望跟着你改变命运 彻底上岸 屌丝逆袭 做人要低调 做事一定要高调 招商这件事 过去是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退步 现在是谦虚使人退步 骄傲使人进步 你得把你的价值充分地展现出来 你的背书 你的资源 你的能量 你出去自我介绍 如何让别人 你一张嘴三分钟 别人主动加你微信 不是说大家跟我链接吧 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一张嘴三分钟 第一 我做这个行业多少年 第二 我有几千家门店 第三 我有多少万代理商 第四 我帮助多少万成功 大家如果愿意跟我联系的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成功经验 马上一帮人围着你 这就叫高调 充分展现你的价值 充分展现出能量 所以 普通老板招商靠产品价值 中等老板招商靠方案 高手老板招商靠能量 中老板招商靠能量